第31题关于电阻下列哪一项是最佳的描述 A电阻就是直指在电路中所受的阻力 我们可以把电阻想成在电路中所受的阻力 但是电路中移动的是电子自由电子而不是直指 所以电阻不是直指在电路中所受的阻力 而是电子自由电子在电路中所受的阻力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电阻就是灯泡在电路中冷热程度的表现 这当然也是错的 我们不见得只有灯泡才有电阻 我们任何一个导线金属导线也会有所谓的电阻 那这里就没有所谓的灯泡在电路中冷热的程度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电阻就是跟电压成正比的物理量 这个也是错的 看公式V等于IR 假如我们的电流一样的时候 那么的确我们的电压会跟电阻成正比 但是前提是我们的电流要一样 可是我们的电流不见得 大家都会是一样的 这样就没有所谓的电压会跟电阻成正比的状况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B电阻就是电路中导体两端电压与电流比值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讲过电阻的定义呢 R等于I分之V 也就是电压跟电流的比值就叫做所谓的电阻 这个是电阻的定义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第31题问我们说 关于电阻下列哪一项是最佳的描述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电阻就是电路中导体两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 第31题 感谢观看